我自己簡稱這系列是G2ROS系列海賊王產品線 那右邊的這個2D版是剛出的 左邊這個是第一代 是一般版可以就知道 2D版的盒子通常都比較長 因為他的上下半身直接是一體式的 沒有辦法做一個上下半身拼接的動作 所以 一定盒子 他是會來比較長 而且盒子全部都是這種櫥窗式的 然後旁邊 後面 然後一定是代理版 這一支跟上一版普通配色版一樣他的 他的刀 是要自己裝上去的 那刀的塗裝就不是2D色 就是一般的顏色 索隆最著名的這三把刀 好 先來看他 整體的這個2D 塗裝 像2D塗裝通常他都是會有一個角度限定 因為色塊的問題 你會覺得 他的身體會呈現一塊一塊有這種色差的顏色 那就是 因為他要營造出這種2D的感覺 整個2D的效果 算不錯 那可以先來看他頭雕的部分 頭雕的部分當然模式跟 第一版的模式一模一樣 就是塗裝完完全全的改變而已 可以看得到他這一個2D化 塗裝 其實是不差 但我的頭這裡 有一點點這種小小的 做工的小問題 但是最主要他是這一個面向 這個姿勢 最帥 側邊這個也是不錯 側邊的2D感 正面 另外一個側邊 那頭髮的2D塗裝 他是有用一個漸層 耳環的部分 脖子後面的2D化 你就會覺得 比較不習慣 然後胸口這裡 腹肌的地方 倒是衣服的 塗裝 我個人覺得真的相當的好看 他這整身 跟他的頭髮綠藻頭 的顏色 其實是有一點點色差 有點不一樣 然後他又加上了這種2D化 這種深色的 比較偏黑色的 交錯在這之間 在這 衣服的皺褶感之間 你就會覺得 瞬間 就跟漫畫沒什麼兩樣 非常的 有質感 側邊這邊也是 然後手這邊 2D的感覺 然後背面的部分的話 上半身背面的部分也是呈現一個2D化 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海藻頭 這綠藻頭的2D感 就算是非常強烈 整個衣服的這種2D的 漸層 皺褶感 都到了一個 算是 極大化 的視覺效果 然後中間 腰封這裡 的2D感 2D配色 然後一直到下半部 這一塊 的皺褶 相當的迷人以外 2D的塗裝放上去 你就覺得 整身 非常有質感 那側邊的部分 也是 側邊的部分 他的2D 塗裝著重在於深色 比較偏一個 黑色系 整個側邊幾乎都是採用一個 這種 黑色系 來做一個他2D化的塗裝 另外一個側邊 就不會像 剛才 這一邊的側邊一樣 他至少 最下緣的這邊是給你錢的 然後 還有另外一種顏色在裡面 然後中間 腰帶的部分 2D化的塗裝 索隆的 這一條 也是相當的好看 正面的下半身這裡 就跟後面一樣 整個 皺褶加上2D 的塗裝 在上面 哇真的這種層次分明 然後立體感十足 然後這扣環的表現 也是算相當的突出 然後中間腰帶部分 他就是偏一個 暗紅色的 比較暗色系 靴子的塗裝 靴子的塗裝 就走一個 黑色 但他這邊有用一點 小2D 給你 中間這裡 上面你看起來 幾乎是一個 比較偏單色系 在這邊 那切記就是你要自己把配套配上去 再把他的腰帶扣起來 這個地方是我當初覺得第一版 相當麻煩的地方 非常不好組裝 那我以為這一次2D 反正他是直接 給你組裝好 結果還是一樣要自己組裝 那就先把他組起來看看好了 這次的配套跟第一版的一樣也是 超級無敵難裝 我個人 可能手挫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難組裝 尤其是 他的中間的卡榫部分 你有是卡了進去 然後你的手 全部對到的位置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後面 這一節 你要把他完完全全的密合 然後你需要那邊東橋西橋 橋了 蠻花時間的 然後 你會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點 的空隙 所以這 這配套其實是相當的古啊 因為三把 全部綁在一起 我這次還是覺得 也是非常難弄 那配套的塗裝 塗裝 應該是延續上一代 的塗裝 跟做工 其實都有把三把刀特色 都有刻畫出來 做的算是也是 還不錯 那整個配套上上去的樣子之後 啊 這種2D化索隆 我超帥 索隆其實就是要有刀 沒有刀的索隆就是仿佛 少了一個味道 我整體這樣 2D的配色 配下來真的 帥氣程度真的是爆表 我個人覺得相當好看 尤其是這個姿勢 超級像漫畫 非常非常好看 除非 普通版跟這次2D版放在一起做一個比較的話 你會覺得我自己的觀感是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相對的透過畫面上或是親眼看到 我個人會認為2D版的整個尤其是臉的輪廓 還有整個造型來講的話會更加有殺氣 對於索隆這一種非常非常酷的這種角色的話 2D塗裝這樣的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 非常適合這樣的一個索隆的造型 非常非常的好看 尤其這兩隻直接這樣子比算是非常明顯 那如果你以其他的地方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怎麼看你都會覺得2D版的索隆 我真的算是非常的帥 刀看起來似乎就是一樣的 那直接如果後面做一個比對的話 我相信應該差異化 應該也是非常多的確 這一個顏色你就會比較接近我們看的 動漫的這種顏色 尤其是這一身的綠色的造型 那另外一個側面 像這一種就是單一色系的索隆 像這一種就是單一色系的索隆 雖然也是不錯的作品 但是相形之下 擺在2D的旁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真的是2D版勝出 上一個小小的底座還是會安全許多 那整個變得非常穩固之外 而且他絕對不是空間殺手 這一點其實我覺得 這一隻索隆的底座做的 真的是相當的好 量到頭的最高高度約在28.5公分 按摩 再加一條 按摩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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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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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評價滿分7顆星 索隆2D版真的是算是相當相當的好看 整個氣勢十足 那如果跟普通版的比起來 其實兩個氣場差的蠻多的 這一個你看起來就是完完全全是動漫跑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是 色差跟對比是視覺效果上非常強烈的一環 那普通版其實基本上就已經做得不錯 那這一個的塗裝 等於是把它再升級到另外一個層次 在於對於某一些特定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隻絕對超級無敵好看 那如果你是索隆迷我會非常推薦你可以 入手這一隻2D版 那如果你有前一版的 你這一版2D版的話你不妨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然後看你要不要做一個購入的動作 因為我個人是相當相當的喜歡這個2D的塗裝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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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